接下来的几天 吃恩恩都带着诺诺和吃宝贝 在医院里面陪着丽老爷子 诺诺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完全是一个小开心果 不只是嘴甜的 哄得丽老爷子开心了不少 就连负责照顾老爷子的医务人员 都很喜欢她 吃宝贝现在长大了一点 不再像是以前那样 会跟老爷子撒娇了 整个人都看起来酷酷的 不过每一次丽老爷子 被诺诺缠得露出疲惫的神色的时候 她都能够第一时间看到 拉住嗨过头的小女孩 除此之外 她还时不时地去找丽老爷子 问股票上的问题 转移丽老爷子的注意力 不给丽老爷子去操心 其他事情的机会 还有 吃恩恩每天都会过来陪着她 小小的病房里面其乐融融 比她在老宅里工作了几十年 还要热闹 丽老爷子的笑容也明显地增多了 特别是有一个完全不怕她的小女儿 嘴巴又甜 更是陪得老爷子每天都很充实 老管家乐于看到这样的画面 每天都是笑得合不拢嘴 就连医护人员都说 这样下去 非常地有利于老爷子的 恢复健康 吃恩恩忙着要陪生病的老爷子 林安心就郁闷了 自从上一次 她接到陆志昂的电影邀约之后 这几天 她反复地考虑了很久 还是决定要推掉那一部电影 因为这个是她的私人决定 珊妮还不知道呢 她怕珊妮知道了捶死她 她只有自己跑去跟陆志昂说 正好 最近珊妮还在挑选她付出的剧本 没有时间管她 她自己也没什么行程 大把的空闲时间 她早上不急不缓地起床之后 化了一个淡妆 戴上眼镜帽子 开车去了新号公司 她的车牌号安保都知道 直接就放心让她进去了 林安心把车停在了停车场 直接搭乘电梯上了16楼 公司的总裁办 一个大的娱乐公司 手下的明星非常的多 除了比较出名的那几个之外 大部分的都是三四线的小艺人 或者是公司到各大电影学院 去挖掘的新人 当红艺人的行程都是很满的 很少会出现在公司 但是刚刚出道的新人 和行程不算多的三四线艺人 都喜欢待在公司 毕竟有时候公司给当红艺人的机会 当红艺人可能有其他的行程 就把手里的行程给推掉了 机会也就让出来了 他们如果能够成功地简陋 就会给自己多争取到 更多的曝光的机会 对于一个明星来说 曝光度就等于是生命 只有有了曝光度 才有可能走红 成为当红的艺人 拿到更好的资源 这是一个死循环 所以机会就变得格外的珍贵 僧多周少的情况下 才会有那么多的男女艺人 在还是新人的时候 选择找一个有钱的金主 靠着金主的影响力 帮自己拿到资源 像林安心这种 靠着自己的实力歪加运气 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艺人 可以说少之又少 当然了 在其他人的眼里 他也不是属于 靠自己的实力走红的类型 很多人都觉得 他能够拿到资源 靠的是背后的司辰 很少有人知道 他根本就没有利用过 司辰的影响力 拿到过任何的资源 司辰也只是在公关上 帮帮他而已 哎 你们听说了吗 前几天那个Caddy 跑去勾引陆总的事 他跑去勾引陆总了 我就知道他会不安分的 他和我是同期进公司 也不见得他的资质有多好 结果每次拿到的资源 都比我好 还有专门的经纪人 单独带他呢 果然是跟上面有一腿啊 以前资源拿到手软的那几个 哪个不适合上面有关系啊 你又不知道 上一层执行总裁的毛病 我们公司啊 除了林安新之外 哪个当红女艺人 没有被他 嗯 那样过 啊 那你说 录影后也被 那录影后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知道啊 琳娜和上面的关系挺暧昧的 至于录影后嘛 人家那么大盘有清高 估计啊 不屑意搞这些外面写到的吧 他清高 拉倒吧 谁还不知道他是怎么上位的 现在混出来了 当然是要摆出清高的人设 不然就他那个长相 娱乐圈里啊 随便拧出一个女人来 都要比他长得漂亮 你的嘴巴也太毒了 不过呢 论长相 我还是最负林安新的颜值了 嗯 林安新是长得漂亮 身材也好 听说啊 之前那位 还想潜规则他来着 可惜啊 人家命好 后台硬 公司以前那些高层作风 那么能乱 硬是没有一个人敢去骚扰他 关键呢 人家资源照拿 也没有谁敢去截乎他的资源 补贴自己的相好的 这一点 连录影后都比不上他 之前呢 琳娜受宠的时候 那可是狠狠地截乎了 录影后几个大资源呢 听说那个时候啊 录影后的心情很不好 在片场发了好几次脾气呢 唉 人家大影后 都要被关键户截乎资源 像我们这种老实的 混在娱乐圈里的 那感觉真的是没出路了 还好吧 现在公司高层 不是重新洗牌了吗 现在陆总坐镇 那以前那些恶心的男人 都不敢再嚣张了 都怕被清算呢 我刚刚说的那个 凯蒂啊 还以为陆总第一次集合咱们 警告说的公司规矩 洗牌的话是开玩笑的 跑过去卖弄风情的 结果呀 被陆总赶出了办公室 还丢了一个 本来就已经谈好的资源 可以说 丢了脸 又赔了钱 不要太惨了 这么说 以后像我们这种 也是可以分到一杯羹咯 感觉分不分的道更啊 还是要看自己的实力的 但是换了执行总裁之后 我反正是觉得 机会要比以前多了 我以前简直拿不到资源 现在经纪人 还时不时地给我 访谈通告跑一跑 那个或者 再给我几个大制作的 电视剧的小角色 让我去试镜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慢慢混呗 万一哪天运气好了 有个角色被观众喜欢了呢 现在 凭着一个角色 而一夜爆红的事情 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不只是主角有机会 一夜爆红 就连配角 要是演得好 也是很容易被观众喜欢的 之前出的一部 偶像剧里的女主 就是被女儿给压了戏的 最后 女儿凭着出彩的人设 和自然的表演 隐生生地盖住了 女主的风头 一炮而红了 现在成了当红小花旦的一员 和之前的女主的地位 平起平坐 人气还比之前的女主要高 可以说是翻身了 现在娱乐圈的三四线小明星 都以她当成自己的榜样 也期待着 自己能够凭着一个好的角色 而一炮而红 然后再次复杂住